北京八个围景区,你去过几个? 1.故宫 故宫博物院位于东城区锦山前街,成立于1925年10月,是在明清两朝皇宫积极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综合性博物院,也是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世界三大宫殿之一。 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卫园位于中天,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天人对应,所以故宫又称紫禁城。 明朝第三位皇帝驻地在发动禁难之役夺取地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并开始在此营造紫禁城,一直到1924年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这里作为明清两朝政治中心长达500多年之久。 走进故宫,游客可以沿中轴线前行,从起伏迭宕的建筑乐章中感受盛世皇朝的博大胸怀, 也可以透过东西六宫金角的橙设和内庭园林雅寺的格局,捕捉宫廷生活的温婉气息, 还可以从养性殿东暖阁卷起的黄沙重年中,追溯百年前中华民族内幼外患的历史沧桑。 2. 天坛 天坛公园位于东城区永定门,内大街东侧,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皇天,祈祷五股丰登的场所。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据史尿记载,有正式祭祀天地的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 像属于奴隶制社会的夏朝,而主要的封山活动都是在泰山举行。 宋真宗是最后一个封山泰山的皇帝,他拉低了封山泰山的资格,从此后泰山就再也没有封山仪式了, 至明朝后祭祀天地的活动改在北京的天坛和地坛举行。 天坛是圆秋,旗鼓两坛的总称,外部有围墙两重,隔开了内坛外坛两大部分, 坛于南方北圆,象征着天元地方。 青年殿是天坛内最宏伟最华丽的建筑,上下三层屋顶均用圣纳色纳绿瓦骨盖, 象征天空的颜色,是人们想象中弥天最近的地方。 3. 颐和园 颐和园位于海淀区新建宫门路,与圆明园匹林, 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世界文化一场。 与四周的卓振园、刘园、陈德庇属山庄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园, 术有皇家园林博物馆的美誉。 园区总体规划以中国古代神话中,海上三仙山的构思为基础, 以杭州西湖为蓝本,同时广分坊见江南园林和山水民盛的布局, 从而形成了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两大部分组成的宏大规模。 全园可分三个区域,以仁寿殿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区, 以玉兰堂、乐寿堂为主体的地后生活区, 以长廊沿县、后山、西区为主的园林游览区, 整个园区约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昆明湖所占据, 湖畔建有亭台楼阁、廊县等建筑物百余座三千多间, 其中佛香阁、长廊、石坊、苏州街、石器孔桥等都是家喻户晓的代表性建筑, 也是游浪颐和园不可错过的地方。 4.巴达岭 穆田渔长城 巴达岭穆田渔长城旅游区位于延庆、怀柔两区境内, 是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首, 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最清华的一段。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长城, 而国内最著名的是巴达岭长城, 国外最著名的是穆田渔长城, 巴达岭地里环境优越, 自古就是通往山西、内蒙、张家口的交通要道, 鹰鹿从此分,私通巴达, 故而得名巴达岭。 巴达岭长城是居庸关的前上, 天下九塞之一, 古称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巴达岭, 术有京北第一屏障, 玉关天谴的美誉, 很多中国人都将这里作为不到长城非好汉的主要选择。 穆田渔长城东连古北口, 西街巨庸关,由明朝开国大将徐达, 长玉村在北齐长城遗址的基础上督建而成, 这里山巒起伏,风景秀丽, 植背覆盖率达90%以上, 万里长城至东南而西北在崇山峻岭之间蜿蜒, 具有空气清新, 关台其特, 笛楼密集, 立体感强, 内外支撑并存的特点, 被誉为威领雄关, 自古以来就是拱卫金师, 黄明的金师药葱。 五,明十三宁, 十三宁风景明顺区位于昌平区天寿山南路, 是明朝十三位皇帝, 二十三位皇后, 两位太子, 三十多名妃嫔的宁部建筑群, 世界文化遗产, 明清皇家宁请的组成部分, 和清朝的皇陵相比, 明朝的皇陵算是保存的比较好, 基本没有遭到破坏, 十三座墓陵的建筑布局, 规制基本相同, 旨在面积大小, 建筑房间等方面略有差异, 目前对外开放的共有四处景区, 包括明城主朱棣的长陵, 郑德的康陵, 龙庆的昭陵, 和万历的地鸣, 其中朱棣的长陵是十三年中规模最大, 建筑保存最完好的一座, 尤其是举行祭祀仪式的林斯殿, 是我国现存体型最大的一座墓结构建筑, 整殿全是由名贵的金丝楠木加工而成, 堪称古代墓式建筑的瑰宝, 万历的地鸣是十三年中, 唯一一个已被挖掘出来的林木, 著名的十三年地下工就在地鸣, 这里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 成为研究明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六,公王府,公王府位于西城区前海西街, 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群, 先后作为大堂关和声, 亲亲王永灵的载地, 后应公亲王一心居住在此而得名, 逼经了亲王朝有鼎盛之衰亡的历史进程, 存在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故有了一座公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公王府是北京城里六十多座清代王府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 拥有各式建筑群落三十多处, 整体分为府邸和花园两部分, 府邸清晰地分为东路、中路、西路三组建筑, 各路建筑严谨地按照轴线对称的方式, 由南向北贯穿于整个住宅与院楼之中, 布局分明,气派非凡, 王府的最后部分是花园, 园中的西洋门, 御书府之碑和室内大戏楼被并称为公王府三绝, 由于这里与《红楼梦》中描绘的大观园有很多相似之处, 而《红楼梦》又成熟于北京, 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公王府花园就是大观园的蓝本, 使《红楼梦》与公王府拥有了特殊的布解资源。 7.奥林匹克公园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位于朝阳区北城东路, 北京中轴延长县的北端, 主要有鸟巢、水泥发、国家体育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夏城花园和北顶娘娘庙等提点组成, 国家体育场鸟巢是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物, 是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体育场,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都在这里举行, 奥运会后这里会成为融文化体育、健身购物、餐饮娱乐、 旅游展览的综合性场所, 并成为具有地标性的体育建筑和奥运遗产。 水泥发是北京奥运会的主游泳馆, 与鸟巢比宁而居, 平时是一座鸡游泳、健身、休闲于一体的大型水上乐园。 奥运匹克森林公园是离北京市民最近的城市公园, 公园占地面积680公斤, 比颐和园和圆明园的面积之和还要大, 被称为奥运会的后花园, 是北京市民亲近大自然的理想之处。 8. 圆明园 圆明园遗址公园位于海淀区清华西路, 是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 由圆明园、长春园、齐春园三块区域组成, 历史上曾无比富利堂皇, 享有万元之元的美誉。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46年, 圆明是雍正皇帝自皇子时期一直使用的佛号, 康熙皇帝把园林赐给应征时, 清体圆明园为圆明园正是取义于此, 圆明园继承了中国三千多年的优秀造园传统, 既有宫廷建筑的庸庸华贵, 又有江南水乡园林的威婉多姿, 同时又吸取了欧洲的园林建筑形式, 把不同风格的园林建筑融为一体, 在整体布局上使人感到和谐完美, 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精华, 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出色的一座皇家园林, 被誉为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 1860年英法年居将园内的主要建筑稍微灰烬, 如今游客前来只能在长安园断壁中平调, 寻找当年辉煌的帝国生意。 后日一生在东方, 起大道门下光, 我和其心生与你怀, 唱一杯雪流淌, 难逃当父公乡, 天天起了几两, 不过万江一人爱, 千年不灭的信仰, 这就是北京的八个围景区啦, 我是莫莫, 到本期节目为止呢, 全国的306个围景区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但是这个系列呢并没有做完, 还有三个省或特别行政区我们没有聊过, 香港, 澳门, 台湾, 那下一期我们就先聊一聊, 香港有哪些景点可以评为5A,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